大家好,我是大雄 2023年10月20日 俄罗斯对乌坎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 已进入第635天 据乌总参部战报统计 在过去24小时内 有640名俄军战死 累计阵亡人数约31.921万人 坦克被摧毁5439辆 装甲车10168辆 先来看一看俄乌战况 巴木特战线 俄军继续在猛烈进攻克里士奇夫卡村 战斗在村北的铁路附近进行 据俄罗斯军事伯克称 俄军占领了一些铁路线上的建筑 已推进到WOG交战以南 东部战线北段 扣布扬斯克方向 俄军继续进攻 辛吉夫卡和配交特拉夫内围 南段 克里米纳方向 乌军进行了反击 解放了克里米纳以北 约5平方公里的土地 南部战线 俄乌两军队在南部继续交战 尽管阴雨天气 可能会减慢战争的行动步伐 直到冬季条件完全到来 因为俄罗斯军事博主称 恶劣的天气阻碍了 扎布尔州西部装甲车的使用 但乌克兰军队 仍在用步兵部队攻击俄罗斯阵地 阿弗迪夫卡战线北 俄军分兵两个路 一路穿过定居点北部的铁路 另一路靠近交化场 都被乌军击退了 有部分俄军企图爬上堆区 但遭到乌无人机的打击 据称 乌军在阿弗迪夫卡 使用了重型的突击 八旋翼无人机 其可以轻松的携带四枚巨大的地雷 并配有RPG7型火箭榴弹的弹头 可以摧毁集中在战壕和掩体内的敌军 以及坦克等重型装备 俄军进攻至普罗姆卡工业区街以南的桥梁地区 乌军在此进行阻击 目前乌军仍然控制的普罗姆卡西部 此外 乌军仍然控制的霍利夫卡地区的堆区阵地 克里米亚战线地雷伯河左岸 乌军在克林基的桥头堡不断扩大 俄军一共对克林基发动了12次进攻 但全被乌军击退 网上流传的俄罗斯开始从地雷伯河左岸后撤 后撤40多公里 离开乌坎炮兵打击范围的消息 据悉 地雷伯罗防御司令特普林斯基将军提出了 不战而重组的计划 但是至今为止并没有被克里米亚战线批准 不战而重组是俄罗斯即善意撤退之后 创造的一个新的名词 意思并非我战败了 而是因为要到别的地方重组 从而得到更强的战斗力 所以主动放弃原阵地 乌克兰每月生产数千甚至数万架无人机 美方长明确支持乌克兰 首先如果说这场战争已经是无人机对决战了 那么对乌克兰来说 有一个好消息 乌克兰副总理米哈伊洛费多罗夫表示 乌克兰每月生产数千甚至数万架的某些类别的无人机 他是在乌克兰电视上透露这一点的 他没有具体说明 已经批量生产了哪些特定类型的无人机 他说我们不能报道这样的事情 我们正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 俄罗斯人多年来一直在投资无人机市场 而我们仅在一年前才开始开发它 现在我们有市场经济 许多公司正在涌现 从长远来看 我们不仅能够赶上俄罗斯 而且能够超越俄罗斯 他指出为了增加无人机的产能 乌克兰需要市场 西方的支持投资和科技的发展 投资和科学发展 他说所有这些都将增加无人机的数量 虽然市场正在爆发式的增长 但我们需要通过放松对市场的管制来增加能量 另外关于西方的支持 也有好消息 美国防长奥斯丁在某上表示 美国及其合作伙伴 将继续在战场上协助乌克兰 他说他很荣幸在其府会见了泽勒斯基 具体来说他重申了美国对乌克兰的坚定支持 奥斯丁说 我们将与我们的盟国和伙伴一道 继续支持乌克兰的紧急战场需求 和长期防御需求 他的此次基辅之行 应该是为乌克兰防务问题 联络小组的下次会议做准备的 之前五角大楼宣布 奥斯丁在访问基辅期间 将与乌克兰领导人举行高级别的会谈 讨论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 和对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一家媒体这样写道 不难看出近几个月来 世界局势总体上不利于乌克兰 这不是乌克兰错 甚至不是因为他的参与 美国众议院长期存在危机 中东爆发一场大战 转移了西方的努力和注意力 斯洛伐克对乌克兰持怀疑态度的 政府上台等等 而主要威胁笼罩着这一切 美国总统竞选势头强劲 特朗普可能重返白宫 这将给美国乌克兰和世界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 几乎影响这些进程的能力无疑是有限的 或者可能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能力去影响 然而外交政策战略或者至少是言辞 需要调整 总的来说 去年行之有效的方法非常规的 主动性的外交显然不再有效 例如德国去年被这种做法激怒了 但泽连斯基的尖锐语气 在今年维尔纽斯北约峰会上几乎斥责其反 在与欧洲和美国官员讨论后得出的一个 值得注意的结论时 没有人会停止援助乌克兰 因为政治意愿和公众同情 通常仍然站在乌克兰一边 然而除了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 可能迅速开始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积极的消息 一个有说不力的事实是 贫穷但高度军事化的朝鲜 设法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100万枚的炮弹 与此同时 正如官方承认的那样 即使在明年三月之前 强大富裕但手无寸铁的欧盟 也无法给乌克兰提供这么多的炮弹 所有受访对话者都承认 乌克兰的明年将比今年更具挑战性 当然主要威胁是美国的政治动荡 其后果已经在大洋两岸感受到 并公开承认 几乎已经在朝着美国的方向 采取措施 意识到没有必要只关注与现任白宫政府的合作 已经开始与共和党的各个团体进行更积极的接触 我们将根据需要支持乌克兰 这句老话对华盛顿和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仍然适用 没有人能确切说出需要多少和多长时间 这并不奇怪 因为美国和欧洲都没有对俄罗斯 如何以及何时结束对乌克兰的侵略 形成最终的愿景 如果特朗普的潜在总统任期不能是世界政治 特别是俄乌战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目前的局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因此西方必须改变其做法 从夸大乌克兰军队在特定方向上 前进了多少公里 到明确最重要的是对乌克兰的长期支持 这仍然符合西方的利益 这开始在欧洲外交界和媒体中得到认可 最近美国卡奈基中心负责人 尤金鲁默和安德鲁维斯 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一篇文章 引起了乌克兰社交媒体的关注 标题为 是时候结束对俄罗斯失败的神奇想法了 作者认为西方领导人过于相信 他们的某些方法 制裁 乌克兰反共的成功 向乌克兰提供新型武器 以迫使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 或者俄罗斯将发生政变 导致某人下台 乌克兰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文章的第一部分 俄罗斯目前正在成功的发动消耗战 某人只是在亲戈鲁诺夫政变失败后 才加强了对权力的控制 制裁没有对俄罗斯经济和国防造成严重损害等等 但很少有人注意到 文章的另一部分 俄罗斯在与西方对抗中的地位 现在比在苏联弱得多 今天的俄罗斯不能像苏联那样 为世界提供任何意识形态模式 欧洲不像二战后那样 处于废墟之中 北约正在接纳新成员 整体力量平衡明显对莫斯科不利 莫斯科被迫寻求 伊朗人和朝鲜人的帮助 最重要的是 尽管人们寄予厚望 但乌克兰还是坚持了自己的立场 因此 帮助它是西方遏制俄罗斯的 必要的战略的一个关键要素 继续制裁外交孤立 加强美国和欧洲的防御 文章说 美国及其蒙古 必须清楚的了解这些措施的长期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向西方政府圈子的对话者 传达这种想法之外 乌克兰还能做什么 显然要战斗 加强自己 等待 乌克兰总统圈的一位对话者说 一切都将保持原样 直到春天 无论是在国内 前线还是在西方 我们将鸡腿炮击 并对美国的政策进行监控 因为它目前对我们来说 比我们的政治更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